甲果安搞清楚这三点,效果才会又快又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对于那些患有腰椎烟盘突出的人来说呢 甲果安是一个二熟能详的名字 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呢,却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生硬 有些人呢,认为他非常有效 另一些人呢,则觉得他的效果并不理想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甲果安没有效果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甲果安是一种营养神经的药物 但是如果患者处于急性期 仅仅依赖甲果安是不够的 还需要配合其他药物 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其次啊,甲果安呢通常会与维生素B1和麦芝林等药物一起使用 这些药物呢可以同时营养神经并减轻神经根的水肿 从而更有效的恢复神经的功能 第三需要明确的是甲果安并不是万能的神药 它需要按照疗程用药不能心急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在服用甲果安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胃部不实的反应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 建议在饭后服用或者暂停服用 B2呢及时咨询医生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总之甲果安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呢等疾病的方便呢有一定的作用 在使用过程中呢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合理选择用药 坚持按照疗程用药并注意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希望这些知识对大家有所帮助 说这些知识的选择 谢谢观看